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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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只要姐今天來到西門町 今天來西門町幹什麼 不是喝這個也不是吃這個 這是水餐然後口渴相買 今天又要去吃好久沒吃的拉麵了 很多人最近都要問我說 你是不是很久沒有去拍拉麵了 我好想看你吃拉麵喔 我好想看你吵吵的吃喔 但是又會有一些人說 吃東西可不可以吃像好看一點 那我相信會來看 喜歡看的都是因為喜歡看我那樣吃的阿 不要下班好嗎 那我們現在就要走過去吃我們的那個 拉麵那今天要吃什麼拉麵 我們要吃熱麵屋 我大學時候很常吃的 因為熱麵屋可以吃到飽 那個麵一直加一直加 還加到我爽好不好 我之前吃了二十幾球麵 今天也不是要當大胃王阿今天就吃爽就好了 好不好 GO 剛剛打到臉齁好糟 那現在便是這樣子 用這個點 用這個點 剛好介面就是我要的東西 我要這個 二郎叉燒 這個我以前超愛吃 我要濃厚 然後麵量我要 超大量 真的很方便 以前 都要一個一個講 現在來看一下蒜末 我也來給他一個超大量 太量了 你要超大量 沒有其他需求 這個代號是怎樣 木村陀財 智春劍 山浦春馬 北川景指兵騎步 西環節衣 路邊紫美 朵萊木工程 新衣皮卡丘 兩金勘吉 漩渦名人魯夫 二公懷疑三下之九辣比小西 那我當然要選 兩金勘吉 好不好 兩金勘吉 我老爸剛好是警察 生日剛好跟兩金勘吉 一模一樣 兩金勘吉是紫啊 好啦 現在換我們攝影師點 那我們等一下上桌吧 那我順便來介紹一下菜單 那這是他們的菜單 菜單 那些都是雞滿麵的 每一間熱麵都會有 那這是小菜 小菜我是很少點 那甜點我又點過一次 不知道 那現在這個就是特別的 這是 每次限量的 我也以為 每次來都不一樣 每次來都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當店限定 當店限定 就是每一間店都不一樣 那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吃這一間 有二郎風味 那其他店是賣蛤蜊的湯頭 還有 番茄的湯頭 那些我就沒什麼興趣 就吃過幾次就覺得還好 我自己是超愛吃肉 每次來幾乎都點一個 老樣子一開始先來吃肉 可是他煮的間 這次其實有點老 可是還算不錯 又很濃厚鹹鹹的味道 我真的蠻久沒來吃肉麵 好懷念 我彷彿回到大學的時候 最近開直播 然後跟觀眾聊 然後頓時間覺得自己撈了不少 這豆芽太有夠多了 還有三分之一在麵上面 還沒有辦法夾起來 多 又脆又甘甜 來喝一下他的湯 好這個特色就是他的蒜味會特別重 好喝 好喝 其實今天喔 原本是沒有打算要拍啦 那想說 最近越來越多人問了 連信箱啊 然後臉書IG都有問說 為什麼不拍吃辣麵 所以就是沒有店家可以吃 那我其實說實話 就是暑假結束之後 因為暑假每天都在出產影片 有點太累了 然後9月整個人倦怠 那今天想說太多人問了 那就心血來超 就來拍一下好了 不然原本只是單純想吃個東西而已 我最近應該還會去拍一間 義大利麵 那間義大利麵真的很好吃 然後在大王麻辣那附近 也在信義區那裡 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因為那間這東西真的 滿喜歡的 短時間內心去散吃 話說他們這個麵真的很多 超大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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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這碗面有個缺點 它沒有蛋 因為我看攝影師在吃蛋 那我發現我這個沒有蛋 突然想起來 好 好 好 攝影師 看我特別 關我蛋 一樣晶瑩剔透 真的要說蛋有什麼特別 其實他們的糖心蛋就很普通 就是糖心蛋 如果你們有什麼喜歡吃的拉麵 就是你們第一喜歡吃的 然後在北部 那可以稍微推薦我一下 因為我快沒整了 我大概還剩下五六間的口袋名單 那剩下的 我在想拍完之後還要去拍什麼 請大家集思廣益 真的想不到 關於最近大王麻辣 就是也蠻多人都問說在哪要去挑戰 那每個問我的我都跟他說建議不要 去他們的店裡平常一般的辣就好 就是不要去特別挑戰那個 花那五百塊 就算你贏了 獲得那個榮耀 可是你當下 還有你接下來幾天 你可能會非常痛苦 甚至要去醫院這樣子 因為曾經有一個挑戰成功的人 有去小毛那邊留言說 他挑戰完成功 可是他痛苦了 痛苦了一陣子這樣子 好好吃 吃完了 這次大分量的感覺比較像以前 一次四球麵 四五球麵的那種大小 算是分量蠻足夠的 那像我平常吃算比較多的人士 我都覺得蠻OK的 那包含把他們喝完 只吃一兩碗乳酪飯就 會飽的 那吃這個不能還是有點多 好我剛剛忘記在店裡做結尾了 那算是兩三百的話 吃這個拉麵我覺得很OK 我以前真的是吃蠻多的 因為很常跟大學同學 一起來這邊挑戰自己 吃起來是蠻爽的 所以說 想要吃醜吧 就可以來吃看看 那我身後也有另一間 這個 班樂屋 他也是屬於 他價位比較低 他大概一兩百塊 然後也是 加湯加麵無限加 那味道的話 我是 比較喜歡熱麵霧 那因人而異 好啦 喜歡影片的話按下喜歡 分享以及訂閱 我是紫人大 下次見囉 掰掰 好